可是你愿不愿分享一些你跟宽柔的故事 宽柔故事啊 对 真的很有很多很怀念的东西 我印象很深都是跟学生之间的互动 有一次我们宽中办一个一倍班 一倍班就是说没达到入学的标准的 另外开的学校四开的两班一倍班 那我就自愿的去当班主任 因为学生都很皮啊 功课又比较差 但是我就觉得 我要接受挑战的 但是那时候我去那一班 当然就没什么这么好教 但是那个回忆很多都在那一班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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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